哈嘍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經急診室 我是盈盈 今天邀請到華信投顧秋點泰分析師 老師好 盈盈你好 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老師下半年即將進入電子的旺季 那麼5G的需求也是越來越多 那各位朋友該怎麼看呢 好我想 這個我們做一個最簡單 中美貿易戰打的就是5G之戰 我們講很多次 那美國在美股看什麼 肥半 肥半看昨天常2% 我上次跟大家講一個大數法則 因為四大指數有三大指數創歷史新高 在這一邊對不對 那唯一沒有過高在這一邊 那所以你看到這三大指數 最近都停下來沒什麼動 那這個啊 肥半就一直跑過來跑過來 是 這個叫大數法則 那台語說你什麼事 要餵長的 我餵長的 對這個意思 那中美貿易戰打的是5G 所以呢 在這個肥半大廠 就是5G就是有題材 對 那昨天肥半大廠就是兩個因素 第一個 科技界的大咖 匯集在這個白宮 是 這大概要討論 希望政府能夠解禁這個華為 不是5G嗎 對 中交就是華為嘛 那另外一個就是 昨天這個高盛 調高了這個美光跟應用材料的平等 是的 所以這兩個帶動了 所以美國肥半大漲 肥半只要再漲2%左右 就要再創這個 2%到3% 創意識新高 是的 好 那5G的概念股 就不用講了 就這三個 我們就往這裡面去找 那漲多的不用去追 等他拉回 是 就是光通訊 散熱跟PCV印刷電腦板 你不要看這幾個 這個族群加起來有100多檔 哦 100多檔 對 你可以好好選啊 你沒有漲到人家去買嘛 就這個意思嘛 好 我們再來看 好 我們要證明一下肥半 肥半 肥半已經這個 左邊這個 中間這個 5月份這個 就歷史高點 是 他快要送歷史高點 對 我們再看下一檔 好 這個就是我們就回到我們國內來的 光通訊 你看致意啊 其實因應你注意到 他前一段時間 就有一段時間在整理 對 投資本我跟你講 你只要是做這種股票 就算你套住了 你還是會解套 是 這就是多頭 這種股票就是多頭 你自己去做做看那個什麼群衝啊什麼的 永遠都沒有辦法解套 我可以看不會 不會解套的 你看這個 你雖然凹了一段時間 你最後過高點解套 但是你不用去追 拉回再買 我們看下一檔 你看這個上全 上全是做這個 這個光通訊裡面的光纖 是 光纖裡面的這個光纖這一塊的 光纖檢測這一塊的 那你看這國外的Siana的股票創歷史新高 那這個股票蓄勢待發 你看他也接近高點 是的 接近高點 那這個也是屬於這個 這個所謂光通訊 我們再看下一檔 操縱 就散熱了 對 漲很多了吧 對不對 但是就要這樣這個形容說 今天問題是5G概念股 是不是要怎麼買呢 這不是說你買不買的問題是你 你看到這個過程 然後就漲多拉回漲多拉回 他還整理了大概兩個月之後 又上去了 對 那你不用去追高 你等他下來嘛 下來再來做 但是表示說 這很簡單的道理嘛 不斷的創新高拉回再創新高的股票一定是多頭 是 他表示說有story故事在裡面 對還有潛力 對對對 那所以這種這種擺波脫不掉 這種就是散熱的好股票 我們再來看看 雙鴻你看 雙鴻左邊也是拉了一段 再拉回再過高點再拉回 最近是不是又創新高了 是的 所以他有沒有拉回 有 他也拉回夠兩層三層讓你接 可是你套了兩層三層 你也不用怕 你買了最高點不用怕 你還是過高點 是 所以你要記得 這就是主流一定是這樣子的 對 那你說好的股票也不用天天漲停 有時候天天漲三五天就沒戲唱 還是要整理一下 對對對 漲多的拉回 順著這個 這個 這好像是一個 一個跳舞的節奏一樣 過高拉拉回 對對對 這就講 表示說這種就是主流股 是 5G就是主流股 好 那我們就拿這張股票 你看這左邊最低點 曾經來到四十幾塊 對 現在來到一百六十幾塊 也許投資朋友問說 老師 這樣他大半年來已經漲了多少 三四倍了 對啊 還可不可以追 對啊 還會再上去嗎 投資朋友股市有一個很久不變的 叫做強者 很強 他會過高點 他也一定會拉回 是 他因為他是強者 他也還會再過高點 對 所以你要掌握的藥訣 不是要去買那個一直在破底的 那個 會破底長久沒有辦法漲 那就是有問題的股票 這樣懂不懂 所以 會不斷的過高點 過高點 然後就會拉回 拉回再進場 然後再過高點 是 這種就是真正的主流股 我跟大家講 台灣的散熱 排名在全世界第一名 對 沒錯 所以 所以你5G用到散熱 我曾經跟他 5G是高頻高速 對 像這樣子的摩擦 就會熱熱 你沒有散熱的散熱掉不掉 他就會著火 對 所以散熱非常重要 所以早幾年 前兩年不是那個 那個那個 三星手機會自己著火 對爆炸 就這樣散熱沒有處理好 是 就這個因素 對 那你用到高頻高速的手機 5G手機一定散熱都要增加很多 對 我在跟大家講 台灣的散熱佔全世界第一名 第二名 台灣的PCB概念鬼 我們看一下看 PCB 這個也是散熱 旗鴻 你看 這個擋了一段時間又上來了 因為他最主要是做華為的散熱 那這兩天華為如果有利多他就要過高點 是 我們就看下一檔 好 建設是做AMD超微散熱軍片的 他也是散熱 你看也是不斷的過高點 對 有沒有 所以主流就是主流 你不用去想他 但是不用急著去追 對不對 那拉回啊 比如說你個人想說 我沿著10日移動平行線或月線做 來到月線你就買 來到10日移動平行線你就買 就這種模式 是 好 我們再看看 好 年貌這個就屬於這個PCB的 他是屬於PCB中油的叫什麼 叫銅箔基板 是 一樣啊 那動不動過高點 然後就動不動過高點 這就是好股票 這樣懂意思嗎 然後再看下一檔 好 建榮啊 這個 你看左邊這個 你跟那個那個 因為你知道嗎 左邊這一塊是從10塊錢拉到40幾塊 哇 你不能說他沒有動哦 對 他漲很多 可是會不會再漲 我跟你保證一定還會再去大漲 因為他是PCB最上有原料叫撥纤布 是 再注意這一種的 我認為這個很快又要動了哦 然後再來看下一檔哦 星星 你看 這個前兩天才會過高點 對 這個 這個散熱膜 這個這個 這個PCB的概念股的哦 好 我們再看下一檔哦 耀華 哦 耀華我剛才跟那個英雲在討論啊 你看這個過高拉回過高拉回 那一樣他會再拉回 你再來再接 但是這個是屬於PCB裡面很特殊的一檔股票 因為他牽涉到蘋果概念股當中的無線藍牙耳機 他在台灣是 大家可能不知道 那這個就是要 就是說他今年的下半年 他在PCB當中會變成最強的 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是 謝謝邱老師的分析 更多盤中即時消息以及選股策略 歡迎加入邱老師的Light 那財經記者是我們下次見哦 拜拜 拜拜